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赵绍康表态角逐国民党主席 韩粉社团火速做图 放上韩国瑜赵绍康合照 说韩国瑜挺谁 我们就挺谁 赵韩结盟这步棋 却再度引爆青壮派资深派 世代之战 赵绍康目前资格不服 真的要选党魁 必须获聘中平委 以及入党满一年 我们国民党 还是一个有制度的党 应该按这个制度走 身为蓝营大佬 马英九话不讲太明 但仍可听出不要破例异味 根据母法来讲 一年东西就不存在了 他就是插那张主席 给他的中平委评书 被视为少康派的赖世宝 直接把球丢给现任主席江启成 而被视为停住派的林毅华 以及江启成重用的青年团长 完全不同意 最好不要因为单一一个人 为了要竞选职位 然后特别为他量身定制奥 以前是怎么选 大家就是按照这样的规矩 江世杜已经出现火药味 韩赵联手加上珠江竞争 国民党主席选举更被形容是 青壮派对决老蓝男 赵浩先生因为他有 离开正台一段时间了 当然会跟现在的青年世代 有一些脱节 就算拜登他年轻人票很多 78岁年轻人票一堆 担心年轻世代对赵少康不买单 李正浩更分析 若韩赵掌握党机器 国民党20年内别想重回执政 光是2022选举就会彻底逆风 距离党会改选还有五个月 怎么确定路线世代争议 似乎对国民党每次选举来说 都市难题 这样的说法就有一点点无极致谈 那基本上这还是有很多的一些 些佛异的谈判跟分配的问题 那扯账这意识形态就一点远了 然後一定要認同來投不同意罷免票 不同意罷免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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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號 按照片 投不同意罷免票 那麼現在趙少康被認為重返國民黨 華麗的換身 第一個有人說他志在2024 從黨主席到2024 包括人說他在幫韓國瑜暴露 來這一招來 楊老師你怎麼看 我根本不認為韓國瑜會參與2022 韓國瑜選過一次總統以後他不服氣 他還想再選一次總統 而再選一次的總統有兩大障礙 第一個障礙叫侯友宜 現在是黨內名氣最高的人 我朱立倫做黨主席 要不然就會安排自己選總統 要不然就會想辦法解套 侯友宜在2022選市長之後再選總統 或者2022他不選市長之後選總統 無論如何都輪不到韓國瑜的份 所以韓國瑜必須要想辦法先去掌握黨中央 以確保2022、2024的時候 尤其是2024他選總統黨中央能夠做操盤 能夠安排 再加上他有韓粉的基本支持度 所以他希望2024前先把重要的黨中央穩固住 所以他就嘗試跟趙少康結盟 利用韓粉的力量 你要曉得趙少康選國民黨主席 如果沒有韓粉 沒有韓國瑜 對 趙少康是零 趙少康根本黨主席 他連聖文都選不過 更不要講朱立倫了 可是這兩個聯合 他是互利的 第一個趙少康需要有政治 就是國民黨的政治力量 來幫他的中廣案來護航 第二個韓國瑜需要有黨中央幫他守住 幫他操盤 他需要趙少康回到黨中央去替他守2024 所以這些政治思考就形成了今天趙韓河 我今天稍微說一個背景 各位要曉得趙少康其實就是跟韓國瑜非常要好 當年新黨成立應該在之前叫做新國民黨連線 國民黨有兩個人都要參加 可是後來都留在國民黨那座內線 這兩個人一個叫洪秀柱 一個叫韓國瑜 換句話說韓國瑜根本就是當年想要跳出國民黨 跟趙少康成立國民黨 也新國民黨連線的成員之一 只是後來跟洪秀柱兩人留在國民黨裡面做內線 如此而已 所以韓國瑜跟趙少康長期都是互動非常良好 我們千萬不要 我們上次初選 趙少康站在郭台銘那邊 好像他就不是韓國瑜的人 這完全錯誤的觀察 他跟韓國瑜從年輕開始就是好朋友 兩個人都是互相信任的人 所以政治路線是完全一致的 也就是中國派 你可以講親中反台 所以你會發覺他的論述 是這樣的 真正支持 楊老師你剛剛點出一個非常重要 三中 所以你是說趙少康要參選的背後 是在幫韓國瑜在2024總統大選鋪路 而這個鋪路的背景大前提 是要靠著韓國瑜的勢力 去搶救他的三中司法案 是這樣子嗎 有可能嗎 你要曉得掌握國民黨的黨權 對他中廣案絕對是有利的 不論中廣案最後的結果是如何 如果他把它簽 把中廣案簽到國民黨的立場去 當然不論賠償不論任何的 當然對中廣本身的擁有者 趙少康來講當然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對趙來講他回黨中央 是百利沒有遺憾 他不會如果沒有對他自己有利 他不會單純為韓國瑜回黨中央 可是他等於一魚兩吃 韓國瑜為了自己希望他幫忙操盤 操盤選舉 趙少康很會總動人心的這個口號等等 對 所以希望他回黨中央操盤 而且幫他穩住 更重要的韓國瑜最重要的 我剛剛特別講到 需要一個很明目張膽的人去擋侯 因為侯友誼現在國民黨內沒人可擋 因為他的民調他的支持度都一直非常穩定 在國民黨內 他燃燒2024無人可擋的候選人 可是韓國瑜的野心 他想繼續選總統 他首要之物就是透過黨中央要攔住 這一點如果沒有像趙少康這樣子的人是攔不住的 因為侯友誼在九二共識上從來不表態 換句話說他不是一中各表或者一個中國政策的支持者 侯友誼之所以在民調上有那麼高 主要原因他就不是深藍 這一點是趙少康跟韓國瑜很大的對立面 換句話說未來趙少康如果果真去競選了黨中央 國民黨的主席 換句話說國民黨那兩條路線必然會繼續競爭 換句話說一條就是九二共識派 就是江啟臣本來想要改革的可能沒成功的 另外一個本土派不管林維州 江啟臣這批人 包括侯友誼這批人想要把國民黨帶回到台灣來 可是沒有成功 他們現在比較隱晦 因為他們並沒有什麼論述的這些議題操控的能力 所以從這條路上來看 如果我們回到民調上來看 各位看到民調已經維持很長的一段時間 政黨民調 來 楊老師你等一下 來 政黨民調 楊老師你等一下幫我們做說明 來 你提到一個非常關鍵點 國民黨的存網的關鍵 老實講 我請教的是李正浩 我相信當時被國民黨開除 絕對不是單純說你得罪了韓粉 得罪了韓國瑜 這背後其實有它的制度面的問題 今天我聽到侯友誼 有人說要不要參與這個黨主席的選舉 侯友誼強盜一點是黨有機制跟規定 完全尊重黨的決定 黨有這個人才加入 絕對會讓黨更勇敢去團結 他我著重在認為說 黨的機制跟規定非常重要 所以年輕一輩 你覺得趙少康 他可以號召多少年輕人 來 你怎麼看目前這個大動作 我猜拜登的當選 激勵了很多70歲以上的人 從政的慾望 拜登78歲 趙少康70歲 他可能看看拜登 趙少康有70歲了 70歲 但我坦白說年齡 我們也不是做年齡歧視 坦白說還是路線上的大問題 所以你看這個議題 我比較期望又更大的角度來看 幾個問題要解答 第一個韓國瑜要什麼 第二個趙少康要什麼 第三個江啟成能做什麼嗎 第一個韓國瑜要什麼 其實韓國瑜要什麼 其實我覺得其實講白的講得很清楚 這個新新聞擺明的是韓國瑜 內部人放出來的新聞 兩邊一起看韓國瑜可愛的地方 又出來 就他從來講話不會歪歪扭扭 他要什麼就直接跟你講 他說韓國瑜東山再起 然後執行沙板推演復出形式 原因消息後這大概大家都有看到 第二個新聞說什麼東西 韓國瑜選市長機率高過於選黨主席 這個新聞其實這個新聞的記者 其實我們大家都認識 他是長期跑國民黨的 他對國民黨是非常非常了解的 他其實已經韓國瑜講白 他選市長機率大過於選黨主席 這是韓國瑜要的東西 可是韓國瑜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是提名的問題 你提名問題誰來決定提名問題 是黨主席的部分 所以這個時候會 所以你認為他還意在這個六度 剛剛姚老師說韓國瑜 對於什麼選台北市長 桃園市長 楊老師認為那都假的 他真正的目的事實上 要選的是重出江湖 再選一次2020總統大選 2024總統大選還有四年 不再掌控範圍內 因為你2022沒有操盤好 搞不好又換 楊老師你說 因為你想想看韓國瑜 經歷一次選高雄市長 然後放著市長 選完才一年半就去選總統 這個教訓把他打得七分八素 他想選總統的心如果沒有消滅 他再選市長不是要重刀覆撤嗎 所以就可見他不可能在2022選完之後 再去選2024 換句話說韓國瑜如果干預做四年的市長 他就不可能再去選2022 他剛年2020或者是未來的2024可見 他選2022的可能性接近於零 對我來說韓國瑜 所以他現在完全按兵不動 他也不會說現在去佈局到哪個縣市 他完全不必尤其他清楚知道 他的韓粉勢力還在 而且這些韓粉知道會支持他去爭取大位 韓粉在另外一個每一個縣市不見 能夠多 譬如說現在的高雄 譬如說現在任何地方 也許桃園還不錯 可是不見得每個縣市 可是在全國韓粉絕對是國民黨最大勢力 從這個角度上韓國瑜很清楚 他一定要走全國的路線去爭取大位的 是是 來這個正好 我繼續補充好 因為其實坦白說 我們現在去拆韓國瑜或趙少康 到底誰要選2022誰要選2024 都是個問號 因為我們不是他肚子裡的回衝 趙少康今天受訪 說2022 2024都不排斥 基本上2022 浮選為主 2022 重點在2024 就是說你都可以猜韓國瑜 要2024 還是趙少康要2024 都可以猜 可是關鍵的問題在於是 我看這個問題 我一部分回去猜他們要幹嘛 可是更大問題是 我們看到眼前 是韓國瑜跟趙少康要結盟 而且這兩個人結盟 要把國民黨吃下來嘛 這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也是國民黨現在的當務之急 對國民黨來說 趙少康跟韓國瑜如果結盟了 然後呢 把國民黨吃下來的時候 誰會首當其衝 不是江啟成 是蔣灣要選台北市長會首當其衝 是侯友宜要選新北市市長連任會首當其衝 是盧秀燕要台中市市長要連任會首當其衝 這些人面臨到了路線之爭 國民黨一直來的最大問題 並不在於是裡面沒有人才 或怎麼樣是他們路線選的不對 是親中還是親美還是本土化 國民黨如果被這兩個人吃起來 就是往親中路線走 就是往外省化路線走 就是往吉蘭化甚至紅桶化走 你往這路線走的時候 這個時候對於很多市議員來說 我講白選舉沒差 那些市議員多席一次1萬票2萬票 我去蹭韓就好 我往紅桶路線走就好 可是對於那些真正國民黨有未來的人 蔣萬安 侯友宜 盧秀燕這些人 要拿50%加1%才可以選上的人有差 他們是一對一的選舉 是縣市長選舉 對於2024年那些自在2024年選總統的國民黨的人 有差因為總統大選是一對一的選舉 是主權議題的選舉 是國際議題的選舉 是台灣本土之爭的選舉 好了這件事情結果之後 大家現在只能期待什麼 江啟臣能不能把韓國瑜跟趙少康擋下來對不對 我們看江啟臣這兩年的話 他只講一句話 依黨章辦理嘛對不對 他依規定辦理嘛對不對 江啟臣對這件事的反應 我認為比幼稚園還不如 我講難聽一點 比幼稚園還不如 江啟臣今天做兩年 依黨章辦理他錯在哪裡 第一個 你國民黨什麼時候有依規定辦理過 我就問如果明天中常委 我會把明天中常委舉手提案 讓趙少康回來兼中平委 你江啟臣要怎麼辦 堅持制度啊 制度可以改啊 中常委修啊 可以這樣亂改嗎 可以啊 國民黨常亂改啊 郭台銘去年就亂改啊 國民黨第一件事情 國民黨改制度司空見怪 就是這樣改啊 改到紛爭鬥爭啊 選得這麼慘啊 還記不起教訓嗎 國民黨最會就改制度 最會就是內亂 第二件事情我要短正司體 沒有一個制度規定 一定要中平委或中常委 才能選黨主席 國民黨的黨章是這樣寫 他說選黨主席的資格規定 還有方式依施行細則定定之 而施行細則 每一年選黨主席的時候 都會有那一年的施行細則 所以你回頭看 會是109年黨主席補選施行細則 他大標題是這樣寫 然後黨主席規則 須當過中平委或中常委 以及陸黨一年 可是問題是這個規則 是109年黨主席規則 現在民國幾年啊 111年了 才一年而已啊 那怎麼樣 他要定新的實行細則 國民黨我查過 他急許修改之後 你應該也明年再來啊 適用這一年啊 他照說今年的實行細則 還沒有定 還沒有定 所以在定實行細則的時候 如果把這個拿掉 不算新規則 也不算改規則 因為他本來每一年規則都不一樣 所以要仿照郭台銘當時出現 也有可能 我的意思是 你江啟臣第一個你要扛得住對不對 就沒有 你江啟臣他今天做兩件事 第一個只說依黨章規定來辦理 第二件事情 罵犯剛好 我講罵犯剛好 很多黑人都問犯剛好是誰 你黨主席罵一個大家講出來 大家不知道他是誰人 就是大問題了 你懂我意思嗎 今天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今天韓國瑜跟江啟臣是去年 就開始談這件事 新聞說去年9月 最慢10月11月風聲也要來 你韓國瑜如果已經拉幫結派 你江啟臣拉幫結派在哪裡 你江啟臣有沒有去找那些 有政治前途的人 蔣萬安朱立倫 盧秀燕 侯友宜等等的人 談說如果有一天 國民黨被紅筒化 被吉蘭化的時候 你們的政治前途怎麼辦 你在這個時候 如果我是江啟臣 兩三個月前就開始串聯 今天就開始請益之旅 或者今天就開始共同發聲明 國民黨去年都知道34個大佬 大家連署簽名說要維護規則等等 然後在報紙上寫對不對 江啟臣難道不會弄一樣的東西嗎 我的意思是 兩個狼子野心的人 一個是韓國瑜 一個是趙少康 想要來併吞國民黨 國民黨內部的人 主視著政治智商趨近於幼稚園等級 而國民黨那些有未來性的政治人物 每一個都擔心得罪申籃的選民 擔心自己連任不利 而不敢得罪這兩個有狼子野心的人 結果是什麼 你的票數越來越萎縮 如果態勢這麼清楚 還沒有辦法清晰去走出一條路的話 那國民黨還有未來嗎 如果你知道他剛剛這樣子講的話 我覺得替江啟臣有點暴驅 2020總統大選包括立委 咪咪貓貓亂七八糟 人家扛下這個重責大量 你現在回過頭來要當黨主席 罵人家不夠霸氣 沒有執行力 不知道趙少康或韓國瑜 真的可以完全去認同嗎 來這個師傅老師怎麼看呢 這樣的一個韓國瑜跟趙少康的勢力結合 我們剛剛講說 雙方面是有什麼協定 依照剛剛雅老師的分析 這是一盤有非常精心設計 甚至超完美計劃正在進行的佈局 來師傅老師 我覺得就是說現在我們光看台灣的話 我覺得國民黨現在前途非常悲哀 就是這出來照前途看不清楚 但是至少有一個人他的棋走活了 這人就叫習近平 習近平從2019年的時候 提出台灣的一國兩制台灣方式解決 結果輸的滿盤結束 台灣的蔡英文史上最高校當選 江啟臣上台以後完全不呼應他的一國兩制 甚至連九二共識也沒有了 習近平現在在中國的共產黨內 他基本上是沒辦法論述自己的台灣要怎麼辦 只能飛機繞一繞 這個東西的話至少他習近平他2022年他也要選 他要選共產黨的時候 共產黨的幾件大事其中有個台灣問題 他在黨內一定說我台灣問題怎麼辦 台灣問題怎麼辦 他現在既然他沒有下決心武統的話 他一定要用我們過去的方式 台灣有一個代理人 我可以通過這個代理人 加到支持 然後這是我們解決台灣的方式 這是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內的論述 但是他要台灣代理人他有幾個條件 第一形象要好 不能太差 第二要有政治手腕 第三要是個放心的人 那麼所以說別人呢 比如說侯友宜啊或者是柯文哲啊 他可能不放心 那麼別人韓國瑜形象已經打下了 所以找來找去呢 找到趙少康啊 這個也許他們互相 趙少康非常小心 他盡量不被模糊 但是他的出現 或者他當個國民黨主席的話 至少在兩年之內 習近平他的共產黨的總書記連任 他好選了 首先他的起走火了 所以說呢在這個我們要考慮台灣的 要考慮對岸的方法 所以說呢我覺得這個局 其實呢我覺得最大的受益者 不是趙少康不是韓國瑜 更不是國民黨 而是習近平 而是中國的對台灣政策 他們現在從去年的 在那個總統大選之後 基本上他們是找不到北的 以後呢至少趙少康出來以後 至少一兩年以內 他們對台灣又會有一套新的論述 來博文 重點是國民黨的本譜態怎麼看 不知道國民黨年輕一派怎麼看 那甚至會去思考 那你要回復成中評委 甚至角逐黨主席 甚至放話 因為說真的都還沒有做決定 還沒有放話之前 我們都不能排除啊 你真的可能會參選六都 甚至2022總統大選 重點是國民黨 在面對挫敗的時候 趙少康你人在哪裡 你覺得國民黨的貢獻是什麼 還是現在三中案 一旦要參選之後 他的中廣事業怎麼辦呢 來賀博文 我這樣講 趙先生要回去 國民黨這件事情 我是這樣看 就是說黨的規定 能不能改 我認為是這樣 這個任何的政黨 其實基本上 政黨是以為執政為目的 所以政黨其實就是一個 扶選的機器 那所以政黨的這個 扶選的機器 他為了能夠希望 能夠讓他的黨 能夠順利的執政 或者讓他推薦的人 能夠順利的當選 所以內部如果有一些機制 他是希望往好的方向 往慎選的方向 那能不能改 我認為是可以改的 他相較於就是說 這個黨外公職的這個部分 我認為黨內的一些規定 可以改 我舉例來講 民進黨過去在這個 許信長他很想選總統 可是許信長時代他為了 讓這個阿扁能夠順利的 這個當選總統 因為當時阿扁是聲望最高 所以黨內那時候 也有修改過規則 那那時候就是 黨這個機器是為了要慎選 那希望能夠把一些這個規則 把它修改掉 讓最有希望的人 能夠提名出來 好 另外我就舉最近這一次 我們當時的台北市黨部主委選舉 確實出現一些紛爭 那為了解決這一紛爭 第一個為了解決這紛爭 第二個 希望黨內的這個基層 黨務人才能夠更年輕化 所以我們確實也修改了一些規章 後來吳亦農順利的出來 然後當選了 那你說能不能改 會不會被批評 當然這過程中一定會有人 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 往慎選 往好的 往利益良善的一個方向去改 我覺得黨的這個改的這個彈性 是可以大一點 但問題是我必須講 國民黨你要自己想清楚 你現在這樣的改 是好的方向嗎 我形容這個趙康先生出來 坦白說趙康先生在那個年代 他跟阿扁就是一個時代 對我來講是一個時代 我對這兩位政治人物 雖然我的政治立場跟趙康先生 是迥然不同 而且有極端差異 但是我尊重他在那個年代 他確實是一號人物 那我必須要講 國民黨現在是古木派復辟嗎 國民黨現在是古木派要來接掌嗎 國民黨現在年輕一輩 難道沒有你的想法 沒有你的理想 沒有你為黨的路線 希望能夠創出來 創造出來的價值嗎 所以我認為這次我看的 其實我最失望的 就是說假設我客觀的 跳脫政黨立場來看 我覺得最失望的當然是江啟成 江啟成他 我跟江啟成年紀是差不多 他有那個機會可以去接黨主席 這樣的一個位置 他應該展現出那種大破大力的 這樣的一個規矩 他就覺得 我就幹這一任黨主席 我只要完成國民黨改革 下一任我能不能當 不重要了 我已經當過了 最重要的是這一任 我能夠為國民黨留下什麼 可是我覺得他從以上任開始 就一直想 就一直想著普擺下一任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左之右處 一下子感覺他是本土派 你不要忘了 江啟成其實是徐忠雄的徒弟 徐忠雄當時是國民黨內 也是算本土派的一號人物 結果他接成這樣的路線 但是他在裡面 卻讓大家覺得說 那你到底要走什麼路線 走深南路線你也不敢 走本土派路線也不敢 所以你給大家感覺就是 你就是站在這個位置 可是站在這個位置 如果說你現在 你的年紀是跟吳敦義一樣大的話 那我覺得也無所謂 反正就年紀七十幾歲 你可能就想有個位置就好 但是你現在這個年紀 你當然要想的是國民黨的大破大力啊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內不是沒有人才 但是奇怪 透過國民黨制度浮現出來的人才 好像都是畏首畏尾的這樣的人 那我必須要講 你說現在國民黨路線會不會很奇怪 當然很奇怪啊 我舉例來說 剛剛那個石板老師講的很好 你國民黨現在應該就是內部 要有一個很清楚的路線 所以我後來想一想 其實趙康先生出來不錯啊 國民黨內就真正一個路線大辯論 你到底要走親中親美 你要走本土 或者是走過去的這種 所謂的外省掛那樣的一個深藍 紅桶的路線 你透過一次的選舉 好好做一次辯論 否則永遠沒完沒了 永遠都是在拉台灣的後腿 我舉例來說 你說台灣 你說國民黨現在在幹嘛 過去跟我們講 萊牛要進口的人 現在在反萊豬 我就講 我就指羅志強 過去你當你是馬英九的左右手 萊牛是你進來的 萊牛你讓我們吃了八年 而且每年進口量越來越多 而且好像還要指明 沒有那個所謂的美牛還不好吃 你進口萊牛的人 你現在在反萊豬 那我都覺得 你到底你的價值是什麼 所以我認為國民黨 現在最嚴重的是 他黨內路線問題不清 黨內路線問題不清 你就沒有辦法 好好的走你的選舉路線 的確哪些人在反萊豬 反萊豬是哪些人 哪些人在進行罷免狂解 這是哪些人 而哪些人在圍攻誠實中 這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氛圍 什麼樣的形式 這個部分我等一下還持續來談 我們還有更多的 引申出相關的問題 我請教的是羅醫師 為什麼 只是炒作疫苗嗎 這兩天記者問這個馬英九前總統 中國的疫苗 如果能成為兩岸的潤滑劑呢 馬英九說 如果台灣能夠接受 當然是啊 那身為國民黨資深立委賴石堡說 疫苗當然是兩岸關係 改善的一個要因 如果還是政治凌駕專業 那就沒有機會了 呼籲台灣應該向中國 來趕快採購疫苗 這時候我們也看了黃志賢 黃志賢1月22號據說 他在南京施打中國的新型冠狀這個疫苗 那有人說要注意一下 你打的確定是來自於中國的科興這個疫苗嗎 這個時候我們看到國民黨身為智庫的副董事長 連勝文也說 連勝文說如果台灣有效的疫苗 我覺得第一個去打 不過他說也不要因為意識形態 他說台灣因為淪為意識形態 很難對外去進行採購 來沒有黨 那這些人其實應該組團去中國去打吧 為什麼有一點點在強迫推銷中國疫苗的味道 疫苗政治化了嗎 來羅醫師怎麼看 我想談到這個疫苗的問題 其實沒有什麼人是真正的專家 現在全世界的人都是什麼 都是摸食指過河 可是我們講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是你有沒有擔當 可以把你所有 你所做的臨床試驗的數據 攤開給全世界的人看 你能不能告訴別人說 你到底有幾種副作用 有幾種不良反應 不要一不小心被發現了 趕快把73種全部藏起來 我常常在講說有沒有副作用 其實不是關鍵 我們知道全世界沒有任何一種藥物 沒有任何一種疫苗 是完全沒有副作用的 可是你有沒有辦法有誠意 有誠心跟別人討論說 這裡面哪些副作用 是可以接受的很小的很以為的副作用 哪一些可能會是致命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知道說 在世界上兩種新的 包括輝瑞莫德納的疫苗 他們可能會有什麼 會有些過敏性的休克啊 人家告訴你啊 他告訴你說 所以在打這疫苗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要一些相應的一個急救設備 他告訴你說 他發生的比例 可能比過往的這個流感疫苗 百萬分之一的這種 嚴重副作用來的大一點 可是他還是說啦 那我回到來 之前來說這個我們台灣現在疫苗的問題 我說沒有人是什麼專家 可是我覺得至少一個理性 是討論這個議題的一個前提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的事情是 不要倒果為因啊 我們現在是在討論說 到底怎麼樣去拿到一個 能夠幫助讓我們防疫的下半場 安穩的度過這些危機的一個疫苗 我們不是要拿這個 來作為兩岸的關係的論滑劑啊 這個很奇怪 論滑劑有很多啊 可是今天討論的是一個關係 人民健康安全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在第一個立場上 就歪掉了 那我們要去思考什麼 我要思考是 到底什麼疫苗 才是有幫助的 那我講一下 就是最近 在幾個國家 包括歐盟 包括英國 義大利 他們出現的一些 實際上的一個狀況 在1月19號的時候 義大利 他說 他對輝瑞公司非常不滿 他覺得輝瑞公司 本來答應他給他疫苗 怎麼後來這個產能出問題 然後只願意給他部分的疫苗 那當然各位想啊 這個國家開始就沒有辦法 對他那邊的國民交代了 所以其實 包括執政黨 包括在意黨 就會炒成一團 民眾就會開始有意見 那我要跟大家講說 連這麼大的一個藥廠跟公司 國際上就要告了 那麼在不久呢 過了三天 在1月22號 這個AZ 這個公司 又跟歐盟說 因為我這個比利時 這個生產的一個狀況 可能有點落後 所以我沒有辦法 給你原來那麼多的量 可能會削減到只剩下40% 那他提到說 我跟英國 當初在講說 我們生產這個疫苗的時候 因為現在到時候 會緊急授權 還有製造地在英國 所以我可能做 要保護供貨給他 我給你就會比較少 結果過三天 過了七天 歐盟可能基於這個義憤 所以他的一個藥品管理局就說 那這樣子 我們可能會援引 之前的這個 北愛爾蘭的一個議定書 那我們對於我們這個 輝瑞所產的這些疫苗 那我也不要給你 我也不給你 我可能就是 你這個愛爾蘭 北愛爾蘭 英國這路徑把你切斷 那各位你去想 疫苗防疫都不是兒戲 所以這造成什麼 造成歐盟很多的一個媒體 就炮轟 炮轟這個歐盟的這個 所謂的職委會主席 他說 這個事情是牽涉到人權 牽涉到人命 那英國現在這麼嚴重 大家知道 他人口沒有破疫 可是他死亡超過十萬人 他是重中之重 最危險的一個境地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 去跟他做互動 做交涉呢 所以馬上就把這些問題 把他收回來 把說過話收回來 吐回去了 那這時候強三打電話 給這個剛剛說的 歐盟的智慧主席說 你不能這樣對付我的人民 我的人民現在他們打了第一劑 你這樣會害死這些打第一劑 來不及打第二劑的老人 那另外呢 我也提到說 有一些國家 他們在這個過程中 因為疫情太嚴重了 可是又買不到疫苗 所以呢 這只好退而求其次 做一些變通的方式 比如說 像這個阿根廷 他們在國際發布新聞說 他們現在呢 因為他們疫情很嚴重 整個阿根廷有192萬人染疫 那麼死亡人有4.8萬人 所以他們就發明一個 所謂的馬血清的療法 也就是說讓馬製造這個血清 注射到人體裡面 那造成什麼效應呢 第一個 它沒有辦法像疫苗一樣 它沒有辦法去防止你染疫 可是它可以讓染疫的人 有什麼狀況呢 重症率可以減少 重症率可以減少 這個24% 它可以減少對呼吸器的一個需求 36% 那可以讓死亡率降低45% 我要講的是說 每個國家都用它最大的力量在努力 那你想想看 台灣有像阿根廷這麼一樣 嚴重的疫情嗎 沒有 那我們在處理這些國際事務 需要在這個媒體上 這樣喊奶奶去罵來罵去嗎 那更不能像剛剛說的 把一個本來是 人命關天的議題 專業議題 把它綁在什麼 綁在兩岸的問題 綁在這個台灣 跟中國大陸關係上面 我們不是拿這個當潤滑劑 我相信也沒有人民會接受 所以我就覺得說 很多人常常畫錯重點 那麼現在回顧來說 最近有人在講說 這個晶片跟疫苗之間 可不可以交換 我跟大家講說 有些事情很重要 想也知道 放在心裡就好 幹嘛拿出來浪浪 不要忘記今年 這個我們這個國家 推派張宗謀先生 董事長出席APE 他那時候說什麼 他那時候不是直接講說 晶片好棒棒啊 他說台灣在防疫做得很好 相信會跟世界各國一起努力 把台灣的經驗 跟大家一起分享 所以我覺得在國際的舞台上 其實晶片 疫苗 防疫 國防 人民幸福 所有議題都是連結在一起的 我認為大家有足夠高度 有足夠的智慧 我相信大部分民眾都知道說 國家有在努力 那我們應該要去努力 把後面這下半場 能夠把它打好 是 台灣的防疫的狀況 說真的 跟其他國家比較起來 他們需求這個疫苗的急迫性 比台灣強得非常多 我舉幾個例子 以台灣我們在全世界的排名裡頭 我們是183名 那所謂183名 是我們的 依照我們的人口跟確診人數 紐西蘭呢 紐西蘭的確診是2307人 那死亡是25人 紐西蘭這個地方呢 它的人口多少 只有488萬 紐西蘭只有488萬 可是它2000多個確診裡頭 25例 那我們看到在越南 越南9554萬人當中 將近9600萬人 它也有確診1850例 死亡是35例 那台灣呢 台灣我們在從全世界排名裡頭 我們是比較都是幾乎是全世界 模範生的前三名 912例 8例死亡 2357萬人 換句話說 我們在全球防疫裡算是模範生 那同樣跟台灣是模範生前幾名的 來江醫師 這些國家有急著打疫苗嗎 有嗎 其實並不急著打 那我直接秀 有哪些國家 他們有急著打嗎 同樣跟台灣也是屬於前段班是模範生的 對的其實我們台灣是不太急著的 假如說邊境反而持續做成 假如說最近是發生了不逃事件 但是因為台灣還是有蠻多反應醫院 假如說我們要注意就是說從境外進入 然後把它轉換成國內的那些零星的感染 那盡量把它壓低 其實這不只要能夠防守住的話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那我把全世界購買疫苗 包含說預購的 還沒有說被藥商給批准 然後給秀一下 那這個 中軸大概是大家買疫苗數量 用他們人口來算說這個疫苗的整體覆蓋率 然後呢 橫軸的話 就是說那個 這個COVID-19在每個國家 它的疾病負擔 它定義是到那個1月19號為止 大家統計出來平均出來 那每兩週的新確診數來定義說 這個國家 哇這個COVID-19在每個國家 是不是每天都是層出不窮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到 那大概比較嚴重的嘛 像以色列瑞士美國英國 都是比較偏那個 比較偏遠遠端這個地方 就讓它負擔非常大 那當然說有錢的國家 他們拿疫苗的話 也會說用各種手段 然後或者說那個各種更高的成本去做交換 所以說他們會 成為說在防疫的情況裡面 他們是比較順利的國家 他們就是疫苗覆蓋率 竟然拉高一點 覆蓋率不是說只有百分之百就好 為什麼有些人會超過百分之百去買 是因為說你疫苗打完有效的那個劑量之後呢 它只能撐6個月 只撐過2劑 那有些買多點是希望說 能夠把它撐到一整年這樣子 那在下面就是 就是說 沒有辦法到達百分之百 然後但是負擔也會很高 可能就像是一些比較落後的國家這樣子 那我們直接講到 台灣在那邊 包含說紐西蘭和澳洲 它其實都需求量是比較低的 相對比較低 那尤其說日本 它其實才剛好買好 他們國民覆蓋率的百分之百的激烈 剛剛很明顯是要撐到那個東京奧運 那我現在講說台灣目前就是比較 當然是非常偏向這一邊 就是那個負擔是幾乎是沒有 那只是說要疫苗購買上 當然我是會覺得說 當然在各國的競爭上 台灣當然是吃虧 我們也不太能夠像那個瑞士這樣 因為台灣它有台灣的那個台積電是 那個護國神山 但是我沒有說像那個神器界的護國神山 我講這段話是因為說像瑞士 他們有Loans這個廠商 然後他就跟Moderna跟Fighter去談 就是說我們不要 你產能 或是說你搶訂單有問題 然後別國家都會搶走沒關係 我們跟你談即轉 專利就給我 那我們就是直接Made in Switzerland的那個 瑞士本國的那個輝瑞和Moderna疫苗 那台灣的現在的狀況就是 我們現在的確是有在研發 其實我們在我們COVID等不到 然後搶也搶不敵人家 但是我們還有自己研發的疫苗 還有說還有我們現在最新的消息 是跟GSK跟那個賽諾菲 他們合作的疫苗這蛋白質疫苗 我們也在等 當然他們的蛋白質疫苗 在相對的數據上 他沒有那麼的理想 那他們是剛剛跟羅學長講的一樣 就是說數據 他完全是OK的透明之後 他就是整個會給台灣這樣子 是 來 所以我請教是這個 來 余將軍 很多人在忙著進行防疫 但是有人在忙著進行 所謂的疫苗 強行推銷中國 所以很多網友就說 其實這些人組團去中國打 也沒有人會去攔阻嗎 好 我不知道這樣行事來 余將軍你怎麼看呢 其實大家對於中國疫苗最大最大的疑慮 就是它的可靠性 它的可靠性 它另外法制性我們另外不講 因為現在中華民國是不准許進口 這個大陸的疫苗 它的可靠性現在非常低 其實你說中國大陸這個 以疫謀統 我倒覺得它是以疫謀霸 因為它這個疫苗的疫 它疫苗的疫 因為它的疫苗現在全世界在搶 尤其是歐洲 美洲 是這些歐方歐洲的國家 它的罹患率非常的高 所以說它很搶疫苗 所以這些所謂先進的疫苗 我們亞洲的國家可能會搶不到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不斷地在用它的疫苗 在送給大家讓大家去使用 問題就是要讓大家 讓它改進變成它的這個 所謂的能夠提升它的可靠率 當它的可靠率提供的時候 這就是所謂的以疫謀霸 最可怕的這個招數 所以我講我們要不要真的是 因為為了這個疫情 我們要連整個國家的格調 都送出去 我覺得這裡要去考慮一下 那現在韓國瑜以趙謀二零二四嗎 剛剛亞老師特別提到 雙方面的佈局力都有朝這個方向來進行 來你怎麼看 其實二零二四我個人認為 我個人認為趙少康如果要去選二零二四的機率大過韓國瑜 真的因為為什麼 因為其實它具有韓國瑜缺少的東西 但是韓國瑜有的東西它都有 那你覺得趙少康對國民黨的貢獻是什麼 那他已經離開這麼多年了 其實在國民黨的這段時間 趙少康他一個一直是一個局外人 用個媒體人來對國民黨來做批判 就是說他其實他民進黨也罵他國民黨也罵 他這個指責國民黨的這個力道不會低於別人 那當然是說他所謂的是愛之聲則之切 可是當他跳進國民黨這個局裡面之後 他還能不能這樣罵 如果他跳進這個局之後 他還能這樣罵 他把他的罵聲化為改革的動力 那我視為是正是這個正向的 就是我在我之前不在國民黨的時候 我怎麼樣罵國民黨 我今天回到國民黨我重新入黨之後 不管我是當主席 還是我當什麼重要的黨的職務 我把我當時罵的東西 全部用來改革國民黨 你認為國民黨恨鐵不成鋼 那你把它煉成鋼 你認為國民黨現在在什麼地方不夠力道 你把它加上力道 那我覺得這樣反而是好笑 那至於有沒有跟我太太溝通 有啦有跟他講 那他當然不會很贊成 我講他沒有贊成 他也不可能贊成 基本上2022大概是幫他們選 或是不選完 重點還在2024 現在才是主要的 2024要辦什麼 因為你說你沒有擔任黨主席 有的話 你說你有擔任黨主席 那你要考慮和24 當然黨主席也可以考慮 2或24 這沒有衝突 這有什麼衝突 我今天說我們要去辦法江啟臣 他不知道我這邊等他 這是不是逼 這才要逼我哪有 沒有 我很善意的 沒有要逼 那我還請教一下 如果真的要逼 誰比我會逼 沒有人嗎 你自己看看從我議員到立委 一路走上來 這個從事政治活動 藍軍沒有比我會 我就告訴你 你們想到我今天如果去 我跟你們說來來我們先走 我們去中央黨部 你們跟我去 這是不是逼 這才是逼 我現在哪有逼 沒有逼啊 沒有要逼他 真的沒有要逼他 你們看好了 我家裡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好不好 絕對不是只有黨主席 不當黨主席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大家看好 拭目以待 我不跳出來這裡 跳出來以後 就一定會有事情 讓大家 讓大家 好吧 剛剛知道 那麼趙沙康當年在台北線 也就是現在的新北市選立委 那麼23萬多票 全國第一高票 他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那麼代表新黨 我記得是第二高票 說阿扁而已 對阿扁而已 但是那是二十幾年前的事 1994年 他最近的這些言論 幾乎都跟深藍站在一起 所以都跟深藍站在一起 這就是國民黨 現在不要的方向 國民黨必須要像黃建平這樣 就是把年輕人 中生代 黃建平去選黨主席是最好的 你不要害我 我選不上 破葉月資也不錯 我更全 別妄自菲薄了 等一下 害他們兩個被開除黨籍 你知道嗎 可是問題是 大家平心而論嘛 拿著良心來評論嘛 江啟臣跟朱立倫 要不要選黨主席 要阿 那既然要 我怎麼可能去贏黃絲 那既然又把我給幹掉 沒可能的事情吧 現在能夠解套這個趙沙康對不對 只有一個辦法 為什麼 過去沒有中央委員 沒有中評委也可以選阿 為什麼 詹啟賢也是這樣阿 但你是副主席阿 你要有一個名分你知道嗎 問題是你要有一個名分 我現在如果我是江啟臣的話 我特別給他一個名分 來把我給幹掉 那我不是打開嗎 那當然也有另外一個辦法 就是給他一個什麼樣的方法 追加通過 經過全代會通過 那就可以救了江啟臣 為什麼 4月要選舉辦法 主席選舉辦法出爐 怎麼救 5月要公告 7月投票 8月底到9月的時候 全代會才開 你知道嗎 那等到全代會那時候通過的時候 我已經江啟臣或是朱立倫 已經當了這個黨主席 那就沒有這個問題了嘛 我如果趙沙康不選黨主席 我回來國民黨幹什麼 他現在就是在替蘭 聲蘭講話不是嗎 他現在的態度不是這樣嗎 趙沙康跟二三十年前的趙沙康又不一樣 他越來越偏向深藍了嘛 我講百元在去年很多的言論連我都沒辦法接受 這不是我過去所認識的趙沙康先生 趙沙康在某種年代裡面 他代表的是一種改革 你知道嗎 至少比百元九好多了嘛 但現在不是啊 那重點重點來了各位 那麼我講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做個總結就好了 今天韓國瑜其實已經在趙沙康講了 因為趙沙康直接講去年9月 韓國瑜馬上背書 趙沙康講他馬上說有這回事 然後他說 希望期盼國民黨在良性競爭下 選出一位深獲大家肯定的領導者 那就是其他兩位 江啟臣跟朱立倫 不是大家肯定的領導者 然後呢帶領藍營團結士氣 那就是其他兩位 沒辦法帶領藍營團結士氣 並提升在野監督的力量 那就是另外兩位沒辦法提升 持續與民意站在一起 那就是江啟臣跟朱立倫 沒辦法持續與民意站在一起 就是這個意思嘛 他解套了啦 因為我從頭到尾我的評論都沒有改過 韓國瑜是不可能 當黨主席的每個月要去送兩三千萬 韓國瑜怎麼會幹這種事呢 來 王妮 趙少康講什麼話呢 他說我要選黨主席 我沒資格江啟臣要幫我 江啟臣你自己走著瞧 第二個 他講說我甚至於不排斥2022 不排斥2024 所以朱立倫你也走著瞧 他這一將軍 將軍兩組人 然後馬上韓國瑜 批了一篇還滿長的耶 寫著說樂見 鼓勵什麼 而且還釋放一個密信說 我跟江主席講過了 我現在還 江啟臣夾在那裡 江啟臣現在面對最大的挑戰就是 你要不要聘他當中評委 你實際上看到一個主席的選舉 就是半路有一個別黨人來你家說 你要替兵我當中評委 因為我要幹掉你當主席 因為你沒力 你知道這是國民黨家內事 但是趙勢康現在代表的是 極桶的深藍的路線 甚至於他是一個貼某電視台 名嘴幫的幫主 所以這樣子的結構 後面又擺明了跟韓國瑜講好了 這撼動的不是主席 因為這主席可以提名縣市長 這個主席有影響到 下一次總統提名 那韓國瑜手都已經上上來給你看了 那現在就是他賭一件事情 朱立倫你老是猶豫不決 那你就一事無成 江啟成原來說要改革九二共識是什麼 我還看到靖平當中常委摔桌子 罵的事情 叫直選中常委什麼 他要求是對的 江啟成本也答應 社會期待的年輕人改革 結果你根本沒有回應 你只不過不能跟吳敦義 不能跟連戰 不能跟馬英九吃飯 你就縮回來了 然後開始去討好 黃復興各大派系 結果你現在討好 討好國民黨的老派系 辜負了社會期待 換來的是韓國瑜 用趙沙康這支牌來將軍你 江啟成輸雄追 所以這一個局 趙沙康是蹭聲量 還是真的要選 端看江啟成怎麼回 來 年輕人聲音不用聽嗎 來 靖平 大家其實不要這麼認真 去看待他這樣子 如果說這個 真的啊 因為我認為這是一個新聞議題的炒作 蹭聲量 我不敢說蹭聲量 我是敬佩他如果真的重回國民黨 有那樣的一個勇氣和精神 我真的很佩服他 是一個前輩 所以說選黨主席跟孫中統都假 他要先放棄中管 因為剛剛都不能流 我也先講定義委員剛剛講的 因為孫中統是真的 江啟成要聘他當中評委的條件 是我們的黨章裡面有規定 他必須有任滿兩任的中央委員的資格 如果他沒有的話 江啟成聘他就會落入前年 因為他那時候不是在挺那個 吳敦義的時候 挺那個郭台銘的時候 在那個黨內 他是挺郭台銘 他算是那時候被定位為知識籃 跟經濟籃 所以會有陰人設施的問題 所以江啟成絕對不敢聘他 所以我就認為這是假新聞假議題 他就很痛苦 第二個就算他什麼都排除了 什麼江啟成不顧黨內反對 國民黨已經跟二十八年前 他所看到那個李登輝實行的 國民黨不一樣了 那一批跟他鬥爭的人 老前輩老人家 雖然已經不在了 可是又有另一批 黨內有很多的各式各派 各方的三頭勢力 他會更交頭浪 他會更麻煩 所以這個陰人設施第一個前提 是不會過 第二個就算過了之後 他要回來 然後要選什麼黨主席怎麼樣 那我們覺得韓國瑜這樣公開喊話 不見得會把他的職責轉移到他 因為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他公開挺郭台銘 的確得罪了很多韓國瑜的支持者 再加上這個氛圍已經不利於他 根本我認為 我自己是說 認為看法是不太選的 博文剛剛特別提到 形同是背叛 你脫離了國民黨之後 幾乎成立一個勢力 一個政黨跟國民黨對幹 那現在說韓國瑜要我回來 現在要將主席 讓我成為中評委 讓我選黨主席 我請問一下國民黨有這樣的制度 有這樣的文化嗎 馬英九認為一切按照制度來走 所謂的制度來走未來呈現什麼布局 來 張醫生老師 這些人當然會擔心 我剛才說過侯友宜 朱立倫 在檯面上的 或者是意圖去蹭聲量的人 通通都是被趙少康跟韓國瑜 準備要趕盡殺絕 或邊緣化的人包含馬英九 所以現在喊救命的人 基本上是要被革命的對象 最後一點有個很重要指標是什麼 我們不要寄希望黃副興黨部 也不要寄希望國民黨中常委 因為他們跟韓國跟趙少康 是利益共生體 也不要寄希望將啟程 因為凡是中山獎學金 培養出來的人 基本上就是國民黨 互從體現一環 要寄希望是什麼呢 不是這個既得利益者的共生者 應當是年輕中生代 特別是這些議員們 但我看得非常失望 我看到尤淑慧 我看到徐曉智 面對這個局勢 是贏王師回朝 而不是像李正浩 當初的炒協聯盟 直接開槍說 這是剝奪我們的參政權 為什麼 事不關起 因為明年大選 我只要趁韓本 我都在算 他沒有想過 一時的快感 會埋送自己為了參政權 所以說本來要寄希望於當年的李正浩 跟徐曉智這種炒協聯盟出來開槍 但到目前為止 敢出來稍微抵黨 或是拿黨章出來做文章是什麼 因為他們也是既得利益者 生怕韓國瑜跟趙少康的班師回朝跟復辟 把自己頭上的光環都給來走了 來我請教石板老師 趙少康是看到了2024民進黨真的可能會敗選嗎 是這樣子嗎 今天也看到這個自由時報總編輯周錦雯 他寫了一篇特稿 這個標題叫做蔣萬安要留意 那他說一句黨有黨的機制 國民黨主席江啟臣終於硬起來 中廣董事長的趙少康 申請重返國民黨行動 由於無法獲得擔任中評委的許諾 將因資格問題無緣參與今年黨主席的改選 暫時減損了對國民黨中央的衝擊性 不過呢 將中央已經把這項規定明白告訴趙少康 趙少康的回應也很白 不能選黨主席 那麼我考慮2022或2024 這個代表趙少康的姿態 他可以不自認是一般的黨員 就如同他記者會所講的 國民黨欠缺有力的領導者 換言之他是回來領導國民黨的 我覺得現在看到國民黨的路線 就是剛才講的這個余北辰大哥的路線 這個就是類似蔣經國路線 就堅決反共 那麼寧維州的路線就是李登輝路線 本土化 其實趙少康整個論述就是馬英九路線 九二共識 但是馬英九路線 馬英九帶著台灣走了八年 沒有走通 很明顯他的路線 九二共識的話 台灣人民不支持 然後中國不買單 最重要的是中國連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後半四個字都不跟他說 而且全世界不但不看好 而且當時在日本都感到威脅 因為台灣跟中國弄到一起的話 會讓中國現在習近平這個 咄咄逼人的外揚擴張的話 增加很大的 對全世界的威懾力很大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雖然趙少康他認為 他是一個強有力領導人 但是說他的路線 到底能走得通 馬英九已經證明過失敗過一次 所以我不是很看好 好你不是很看好 對 來這個侯博文 蔣萬安真的要留意嗎 我覺得他當然要留意 因為他代表的 就是說他目前出來代表 至少是國民黨內年輕 或也不是走紅桶路線 但是如果說黨內現在這一股 所謂的比較是過去的一些保守派 重新復辟的話 那當然對他來講會是一個衝擊 你想想看蔣萬安 他在從政的路途上 事實上他是所謂的正二代 但你有發現他從來 他老爸從來不會出現在他背後 因為他老爸的代表 那個時代 包括他的這個 他老爸的背景 事實上對他來講是一個負擔 可是如果國民黨未來 不用說他跟他老爸切割 而是國民黨未來 黨主席或未來這個掌黨權的人 就是過去那個時代的人 那我想蔣萬安恐怕 再怎麼樣標榜自己的年薪 都沒有什麼太大作用 為什麼趙紹康會跟韓國瑜結盟 這兩個人互相結盟的 背後各自的盤算 不過呢一切如果按照制度走 不管侯友宜講跟馬英九講了 當時曾經一人設置 導致於郭跟韓之間的大戰 到後來2020總統大選 奇差不少平因為分裂了 也是因為沒有按照制度來選了 三個月的高雄市長之後 立刻轉往2020總統大選 這個就是韓國瑜 非常謝謝各位 持續鎖定新台灣家 我們再會了